回到宅子里,叶灵儿与柔家郡主都已经回了,范贤回到房里,喊似其去倒茶,便支开了这位与丝丝一般,在秋天里却一直对自己发着春怨的大丫鬟,趁着房中只有自己与妻子的空,轻声问道,最近宫里有什么风声没有? 临婉儿正坐在窗边,对着外面的天光秀快东西,听着她问话,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出什么事了? 时已进幕,天光入窗后,散作一大片并不如何清亮的光线,范贤看着婉儿促紧了的眉心,心疼地走上前去,柔柔她光滑的眉心,说道,这光线不好,秀什么呢? 婉儿的脸色有些白,许是昨夜没有休息好的缘故,低头痴痴一笑,将手中绣的东西藏到身后,说道,绣好了再给你看。 范贤看着妻子柔弱模样,长长睫毛,心里不自禁地有了一丝歉疚,打从春初离开京都后,对于妻子的呵护便比去年弱了些,这倒不是说她是位喜心厌旧之人,毕竟堂堂小贩大人,如今是连房积妾都没有。 只是有太多的事情,羁绊着她的心思,让她很少离家的事。 林婉儿想到她先前的问话,略意沉存之后说道,宫里最近一直安静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怎么想到问这个? 范贤苦笑说道,你那无情的舅舅让我去管一处,还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官员,那些官员们的真正主子都在宫里住着的,我自然要多关心一下。 林婉儿的身份特殊,有皇祖母的恩宠,还有陛下的亲眼看待,在宫里的地位竟是比范贤当初想象的还要高,陛下没有女儿,如今的庆国并没有正牌的公主,婉儿却实在与一位公主差不了多少。 她想了想后,笑着说道,放心吧,都知道陛下宠你,那些娘娘们当着面,当然只会说你的好话。 范贤笑着道,我面圣也不过数次,也不知道这宠子从何而来,如果说陛下宠你倒是可能,对于我嘛,不过是爱无及乌罢了。 林婉儿眸子里闪过一丝爱慕,轻声说道,相公总是这般,她接着说道,书贵妃这些天对你真是赞不绝口的一贵贫嘛,你也知道,和咱们家是亲戚,怎么也要偏着你说话,只是皇后还是如往常一样清清淡淡,至于其他的那些妃子,在宫中连说话的资格也没有,我也就没去继续。 范贤很相信妻子的判断,她就算将来全盘执掌监察院,皇宫也是她的手指无法触及的森严所在,而婉儿就是她最可靠的耳目与密探,而书贵妃说自己好话,不外乎是自己卖了她一个小人情,几句话又不用花什么银子,宁财人那边有什么说法? 范贤好奇问道,我与你大皇兄争道的事情,应该早就传到了宫里。 林娃严嘴笑道,宁财才懒得理你,她素来最疼我的,说你与大殿下是两个小兔崽子胡闹,将来她要一边打五十大板。 范贤故作惊慌,娘子啊,这宫里的板子可不好受,你可得帮维夫多美言几句。 林娃却是懒得搭她的玩笑话,催了一口之后说道,你自己爱得罪人,没来由总让我替你善后。 她从身后取出那方绷紧了的袖底,催催笑着说道,提斯大人没有话问了,那就请退下吧,别耽搁我做事。 范贤收回正准备上去抓小手的手,郁闷说道,也不知道是什么要紧事。 正准备离开,却又想起自己先前遗忘的那个大人物,略带一丝犹豫问道,见着太后了吗? 林娃的手微微一顿,片刻后抬起头来,眼里也有些不解与黯然,点点头道,见着了,奶奶没有说什么。 一只身居宫中的太后,实际上才是整座宫廷的真正掌权人,很奇怪的是,范贤进过几次宫都很不巧地没有机会拜见,就连上两次夫妻二人进宫,太后也称病不见。 而婉儿自己进宫,那位太后老人家却是喜欢得很,将她抱在怀里肉干宝贝地叫着。 太后对于范贤明显地疏远之意,让婉儿有些隐隐地不安与不解。 范贤在心里冷笑一声,知道那位老人家终究是猜到了些什么,不过她也不怎么害怕。 林瓦看着她的双眼,叹了一口气说道,前次林儿入宫的事情,她今天讲给我听了,相公啊,我知道如今你的宫物有些为难处,但其实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看似在利用她,只怕却是给自己一个借口记着她的情。 你昨夜给我讲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可怕得很。 二哥,二殿下眼下虽然看着柔软随和,但其实性子拧绝得很。 你既然不得已要查她,若还像如今这般顾忌太多,怕是不妥。 范贤看着妻子担忧的脸,微笑着点点头说道,我也没料到,你小时候竟然给二殿下取了个魂名叫石头。 他看似随和,但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变的。 林瓦担心说道,范贤始终信奉夫妻知道在于成的说法,如果重生一次,对于枕边人还要多加提防, 这等人生未免凄惨了些,所以他并没有将自己查尔皇子的事情瞒着妻子听着玩担心。 他安慰道,其实也是为二殿下好,看眼下的风头,这些朝臣们似乎都迷了眼,看不明白陛下死保太子的决心。 如果现在没有人拉二殿下一把,等他真正爬到了杆子的顶端,再想下来就不容易了。 林瓦天天一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也不知道你这心是怎么生的,竟是比旁人要多出几个窍,一脑子的弯弯拐拐。 心叫比干多一窍,范贤差点脱口而出,但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演技派演员而已,在政治上实在幼稚的很,唯一可以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冷血无情,还有表面上的温柔。 他对着妻子深深一依,笑道,哪里敢和林大谋士相提并论,宁可是自幼从那世间勾心斗角最厉害的宫里逃出来的仙子。 林瓦催了他一口,笑骂道,你还真当宫里这般难看。 范贤笑着说道,前贤曾言,这世上就属妓院与皇宫,一片轻扎黑暗,尾时不识人呆的地方。 林瓦文言一正,心里有些不悦,低下了头。 范贤这才想到,自家媳妇也是出自宫中,自己如此说法,确实是有些没有顾及到她的感受,笑着道了声歉,二人便回复如初。 静了会儿,林瓦细细一品,心中反而多出了些感动,虽然自己生母乃是当朝长公主, 但这世间女子,又有几人能在出嫁之后,能够得到丈夫如此尊重的对待。 更没听说过,有丈夫给妻子道歉的礼。 林瓦文言说道,宫里确实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皇帝舅舅又是一个不贪女色的民主, 宫中几位主子在面上也都过得去, 你往日里说的那些小说中的手段,也没有人敢用, 太后的眼睛在那盯着的呢,谁要是赶坏了天子血脉,那位老祖宗断容不得。 范贤听到这句,心里一动,更觉心中大定。 林瓦儿笑着说道,陛下狱内极严厉,争宠。 本就没有宠,怎么去争? 皇后又不怎么管事,所以那些娘娘们啊, 只好将心思都放在了牌桌之上,争口气也是好的, 其实和一般的王公家中没什么两样。 范贤一愣,还真没想到皇宫里竟会是这样一派和谐的景象, 那岂不是自个儿前世时看的那一堆公愿文都没了用处? 有些自嘲地挠了挠头,嘿嘿笑道, 难怪玩你的麻将打得这般好, 连范思哲那小怪物都只能和你打成平手。 一听到打牌,林瓦儿的脸上顿时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 唬了范贤一跳,走上前去细细查看, 才发现这道光彩隐若流滑, 却是脸之鱼内,盈欲一片, 明目叫做《凡浦归真高手之光》。 林瓦儿眼波流转,横了不正经的相公一眼, 说道,只是手痒了嫁给相公, 相公却天天忙着见不到个人。 不过运气不错, 总算是抓着小叔子这个牌桌上的天才。 他咬牙切齿,扼腕退休,摩拳擦掌道, 这些天范思哲这家伙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天天在牌桌上抓不着人, 陪他妈打牌,那尽是受罪, 看他那恭敬客气模样, 倒像我是他婆婆。 范贤刮弄了一下他坚挺的小鼻梁, 笑骂道,哪有你这样说话的? 他顿了顿后说道, 柳氏自然不是你的婆婆, 你在府中也别太横了。 林婉满是幽怨说道, 我是那等人吗? 话锋一转说道, 再过些天要赏局了, 依往年的规矩, 宫里的贵人们都会去西山, 不过不知道今年会怎么安排我们, 却是一定要去的, 只是看怎么去, 估摸着再过些天宫里, 会有公公过来传狱, 你别忘了这是。 赏局, 范贤眉头一动, 知道秋高气爽之际, 京都人都喜欢去园中赏局, 没有想到皇族也有这个爱好, 李氏的一次大聚会, 自己自然是要去的, 只是联想到最近自己在京都做的事情, 他忽然想到, 会不会那些老一辈的狐狸们, 这时候就像赏看菊花一样, 在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呢。 没有注意到相公的忽然沉默, 林婉认真说道, 最近没得排打, 菊花又尾开, 总是无聊, 婚前你答应我的书, 什么时候写出来给我看。 范贤一脑门子官司, 哪里还有精神去抄红楼梦, 苦笑着求饶道, 我说奶奶, 您就饶了小的吧。 一见林婉死活不一的脆稿神色, 他才不敢待在房里撕磨, 屁股冒烟, 推门躲了出去。 像见鬼一样落荒而逃的范贤, 在宽阔的宅院里穿行, 直到遇上几把眼面而笑的丫鬟, 他才觉得有些不妥, 咳了两声, 想表现出一代名人, 一代名臣英的风范, 但身子直了不到一刻, 却又马上缓了下来。 他咬牙想着, 既然打小就确定, 这是要漂亮的活, 何必再去管那些人看目光, 他闷哼一声, 哼着小调, 跳着恰恰便拐进了自己的书房。 与妻子的一番对话虽然加长, 但却得到了极点有用的信息, 只是范思哲这些天的动静, 确实有些奇怪, 范贤皱着眉头, 心里隐隐有些担忧。 接着想到石头记的问题, 才想到北戚皇帝将消息封锁了起来, 自己成他的情, 看来总要抄一张记过去才好, 只是自己是石头记作者的事情, 终究瞒不了多久, 他决定不用监察院的密信线路了。 坐了不到片刻, 房间外的天光还没有全盘暗淡, 严冰云已经如约而至。 范贤看着他递过来的暗卷, 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他今日先是审刊木铁递过来的卷宗, 与石产立定下基调, 接着去老宅办事, 回来哄老婆, 这时候又要与小颜公子说话, 短短一天时间做这么多事情, 看来这所谓全臣的养成果然是一件很辛苦的活路。 你要我逮的人, 我都已经逮了, 不知道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 范贤没有看案卷, 只是淡淡地询问着, 前一阵子的打老鼠, 看似没有触及京都的官场, 但实际上却在大量荣誉案件的掩护下, 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二皇子暗中的势力, 也试探性地聚了两位官员, 因为严冰云认为那两名官员品贴虽低, 却是查证二皇子与长公主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的重要人物。 严冰云坐在椅子上面色冷静, 直指他面前的案卷已经得了。 范贤打惊说道, 这么快? 他也懒得再看暗宗, 直接问道, 结论。 严冰云冷冷说道, 信仰每年往北齐和东夷城走私的数目极大, 表面上的亏空是由东宫太子那边造成, 但实际上最大的一笔数目, 都是经由明家交给了二皇子, 用来收买朝中的官员, 结交各路的封疆大吏, 所以大人的判断不错, 二殿下的背后就是长公主。 范贤皱眉道, 明家, 崔氏的殷亲明家, 正是, 这么大一笔数目, 是怎么从内裤调到二殿下手中的? 范贤请教道, 当然不能走京都的县, 是从江南那边绕过去, 中间有几家皇商经手之后分散, 游下而上, 再由二殿下统一支配。 阎兵云看了他一眼, 过程很复杂, 写在暗宗里, 大人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直接看就好了, 用说的话比较复杂。 范贤没有理会他语气里对自己能力的质疑, 只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说, 南翁炯济俊? 范贤反问道, 常公主与二皇子做得如此隐秘, 但是我们却轻易查了出来, 难道你以为宫中不知道? 咱们那位陈院长能不知道? 宫中就算有所警惕, 但一定手上也没有识据。 阎兵云缓缓低下眼帘, 大人不要忘了, 一处死去的头目诸葛, 一直是常公主的人。 这个案子, 如果不是大人如今赌掌一处, 而其余的部门全力配合, 根本不可能查出来, 所以如今的情况是, 大人如果真的将这案子揭开, 京都必将大乱。 他说得很冷静, 但范贤却从话语的背后 听到出一丝冷酷, 能这么快查出来, 除了监察院恐怖的资源之外, 有很大的程度, 依赖于阎兵云那超绝的能力, 而很明显, 阎兵云并不愿意自己查的案子, 让一向表面太平的庆国朝廷因此大乱。 归根结底, 阎兵云并不是忠于范贤, 而是忠于陛下, 忠于庆国, 忠于监察院。 范贤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知道压下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 阎兵云摇摇头, 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被掀开, 您的夫人一定是最为难的那位。 其实绝大多数上层人物, 都知道范贤的妻子就是长公主的女儿, 只不过没有人说过而已。 如果范贤利益要把这件事情捅破, 毫无疑问, 不论从哪个方面讲, 宫中的皇帝陛下都要做出异常强悍的反应, 而临玩的处境不免会尴尬起来。 范贤回京后的所作所为, 其实只是想弥补当初用颜纸逼走长公主, 缓解了皇宫内矛盾的失策。 他想要的结果, 就是逼着那位或许另有打算的皇帝陛下, 在最短的时间内剥夺掉长公主手中的权利。 我尊重我的妻子。 范贤带着一冷寒意盯着颜冰云, 但是我不会因为他的为难而放缓自己的脚步。 颜冰云缓缓抬起头来, 眼眸里似乎也有些疑惑, 这正是下官不明白的一点。 大人,您究竟想做什么? 两个原因。 范贤站起身来, 走到书房的窗边, 看着缓缓沉下的夕阳, 庭院间的一角, 一位妇人正在打理着灌木的枝叶。 第一个很简单, 朝廷现在正缺银子, 南方的大江长年失修, 今年低房缺溃, 淹死了几十万人, 虽未侵毒, 但想来确实很惨啊, 哥们, 到哪儿去弄银子赈灾呢? 家父这些天就在愁这个问题, 本朝的财政状况与历史的历朝历代都不一样, 常年用兵耗费大量钱两, 这且不说, 来源也很怪异, 一年国库所收, 竟然有极大的分额, 必须是由内库吊拔而来。 内库是陛下的库房, 实际上你我都清楚, 那是当年叶家女主人的一则, 也就是凭借着这些产业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银子, 才能支撑着庆国。 范贤回首, 眯着眼睛, 望着严冰云, 而长公主是一位爱玩弄权谋的人, 这些年来, 内库的银子逐渐地四散到官员们的手中, 为她吉他换取效忠与权力。 说句不好听的, 这是在用陛下的银子挖陛下的臣子。 银子都耗在了内耗与官员身上, 这天下需要银子的地方, 又到哪里去求银子? 银子只是银子, 但怎么用却是个大问题, 与其放在官员们的宅子里发霉, 不如我们把他们逼出来, 填到河里去下水鬼。 所以, 我急着查崔家与二殿下, 免得咱们的长公主殿下 与那位似乎只喜欢读书的二殿下, 把咱们庆国的银子都慷慨地送光了。 范贤回低着头, 似乎有些感慨, 苦笑道, 当然, 这件事情揭破后, 陛下大概不会严惩自己, 的亲妹妹, 但是就像上次赶他出宫一样, 陛下总会碍于议论, 好好查一查内裤, 也会打醒一下二皇子, 不过我, 大概陛下圣怒之余, 会嫌我多管闲事, 将我一脚从监察院里踢走, 扁得远远的。 他伸了个懒腰, 脸上挂着纯凉天真的笑容, 没办法, 希望陛下能让我回丹州就好了。 阎兵云微微偏着头, 面色僵硬, 像是从来不认识面前的这位提斯大人, 南南说道, 可是大人, 您明年就会接手内裤, 到时候再查, 岂不是名正言顺之事? 范贤笑了笑, 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咱庆国也没有余粮啊, 能早一天堵住内裤外流的银子, 南边那些遭灾的民众就能多几碗粥喝, 旁的事情可以等, 可是饭一顿不吃, 会饿得慌的。 阎兵云死死地盯着他, 似乎想看清楚, 面前这位究竟是自己原先以为的阴险权臣, 还是位大慈大悲, 不惜己身, 不具物意的大圣人。 优优独播剧场——